于敏红再出新招 新东方改说中国话 11月26日 据媒体报道 新东方开始在美国开设中文课程 线上授课 主要教授中文 对此新东方回应 项目是真实的 天眼查显示 北京比邻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7年7月 经营范围含教育咨询 互联网信息服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等 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疑似实际控制人为于敏红 作为一个带大力开发的蓝海市场 选手们需要面临运营体系是否适用 以及获客 效率 技能水平标准化等难题 而海外在线中文教育机构 Lingo4的创始人兼CEO 姚辉曾预计 国际中文教育的市场规模 在未来3至5年内 可能会很快达到1000亿元以上的市场规模 赛道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 教练方面 LingoBus对标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 和国内少儿汉语考试两大标准 自主研发课程体系 既面向一般海外儿童 也面向华裔第二 三代移民开发了华裔少儿课程 在兼具生动有趣的基础上 注重中文阅读理解能力 和识字能力的提高 和中国文化意识的培养 在以2018年创立的考拉指导来说 目前已被全球最大私立教育系统 AES纳入了教学体系 少儿中文在线课程 已进入了全球8500所学校 据官方宣称 考拉指导上限一年 单月收入就已超百万美元